欢迎年假过后 全台湾有超过千位牧者同工 来到了新生命小组教会 参加新媒体教会研习会 顾群牧师期待 人人都能成为策展人 一起经营新媒体教会 进入网络社群 赢得广大的网民 带您一起来看看精彩回顾 台上唱得火热 台下歌迷 看清楚了 谁说粉丝一定要挥荧光棒 看看他们一个个拿起手机 相机拍照录影 写起微信文 还上传粉丝团案 真的超专业 但这群观众的身份 你绝对猜不到 他们可都是来自全台 223间的教会 1000多位领袖跟牧师 这一次大家一块当学生 参与新生命小组教会 举办第8次的新媒体教会 研习会 新媒体不等于多媒体 也不等于传统媒体 但是它的根基是传统媒体 对 跟多媒体 希望透过新媒体 帮助赵惠赢得网络社群 赵惠如果不发展这个新媒体 那就是那就是落伍了 所以我们是需要痛定失痛 需要尽快的跟上 过去我们不太烦 不太烦心了 我们应该用 相对给我们做实爱的这些工具 让我们可以赢得这些会议 甚至在教会以外的 不少牧师也学习 用新多媒体来经营教会 受到科匹的影响 他每天经营100个群组 后我就发现牧羊 也可以用群组来经营 就会可以很及时的 回应他们的需要 我知道重点不是做媒体 不是做媒体部门 重点是什么 基本上是叫做成为新媒体教会 台湾教会全部都动起来 学习当策展人 不再关注技术 也是要大家一起经营新媒体啦